如果 核市長挺建 核一 核二 核三 盈獄的時候 台灣會不會立即限電 大概在110年前後啦 危言爽聽 這個不是危言爽聽 台灣的未來絕對不會遇到缺電的危機來的話 下午2點37分的時候 高雄新打電廠因為系統故障的關係 現在呢 全台出現大停電 高雄市民族路跟榮耀街一帶在今天早上突然無預警的停電 填寸區一新一路跟民權二路附近9000多戶停電 全台大停電引起了民怨 有許多地方有停電的狀況 要在此向國人表達歉意 很久很久以後 我們才知道 當一個總統說 我們再也不缺電 不是真的不缺電 而是 他在唬爛你 選前選後 都騙 我們今天能源政策的問題是在於 對於三種能源有很大的誤解 一個是綠能 一個是核能 一個是煤 我們這個能源政策 第一個 反核嘛 那第二個 減碳現在非常流行 對不對 那我們下問題就說 綠電可不可以取代核電 氣電取代煤電要多少錢 再來減碳承諾是不是可以達到 大家一直以為說台灣發展太陽能很好 大家看一下 台灣是綠的 綠色的 發展太陽能不好的地方 太陽能是要光線 不是要熱 台灣很熱 可是台灣常常下雨 每年8700小時裡面 紅色部分可以發2000小時 紫色部分發3000小時 台灣發1000小時 台灣是很不合適發展太陽能的地方 第二 太陽能和風電需要非常大的土地 因為它能量密度很低 所以合適 在供寮占兩平方公里 每年發兩百亿度的電 如果太陽能的話就要兩百平方公里 四分之三個台北市 風能的話一千平方公里 一半個 新北市 才能夠發兩百亿度的電 台灣有那麼多土地嗎 所以說中國 美國這種大國家可以 其實蔡政府也知道 因為它就盤點全國的所謂 污染地呀 呈現地呀 什麼一大堆 發現根本不夠 所以蔡人它現在速度 其實它知道達不到二十幾個瓦 兩千萬 兩千瓦 所以現在其實主力是在推風電 大家看現在報紙都是風電的新聞 這是風電 可是台灣有個現象 台灣都是東北季風 風電90%時間在冬天 秋天發電 夏天沒有電 這很重要 因為活力電廠 恒能電廠 24小時發電 太陽能每天發電3小時 風力平均8小時 所以雖然裝了一大堆很貴 發出來的電很少 再來另外很可怕就是錢 大家看一下 里昂風電6塊錢一度 太陽能4塊半一度 氣電3塊2 煤電1塊3 這是過去五年的平均 何能是9毛錢 所以說八年之內發電成本增加2500億 2500億是什麼意思 台灣2300萬人 2500億是每個人增加1萬塊電費 工業 商業增加2500億 物價不漲嗎 到時候還是每家人漲3萬塊錢 政府目標是說 2025年的時候 煤電30% 7.50% 綠電20% 這我們馬上要先檢驗一件事情 這個碳排是增加還要減少 其實碳排已經增加了 比當年就2014年的時候 已經增加了100萬噸 和能夠減煤 為什麼 因為和能跟燃煤都可以穩定的發電 而且都很便宜 只是一個有空污一個沒空污 而且和式的沒有空污 沒有碳排放 沒有PM2.5 沒有重金屬 沒有拱污染 一輩子的電 百分之百 都用核能發電發 這樣會製造多少核廢料 高階核廢料 就是用過核子燃料棒 一個多一點點的養樂多頻 再把低階算出來 一個寶特瓶 都是固體 如果你都用燃煤發電發 一個人喔 就幾百噸 而且都是氣體 沒有辦法控管的 這個是荷蘭 他們把核廢料呢 弄成一個博物館 你要看到它 你才會了解到說 原來這個東西沒有那麼可怕 就跟你家的瓦斯爐一樣嘛 點火 會燙傷會燒傷 可是你不會把你的臉 貼到瓦斯爐再開火吧 那你說這個東西很 鍋子很燙怎麼辦 你就戴個隔熱手套啊 輻射不也是這樣能量嗎 這麼簡單的道理 好 美國連軍用核武的那種 百分之九十%的 那種都可以處理了 你說核燃料棒才3%5%的 你說沒辦法處理 反而核廢料 我們有系統處理的技術 它不會影響生活圈 它也不會影響到生態圈 核廢料是人類唯一一個可以做到 完全不影響生態圈的發電廢棄物 核廢料是技術上幾十年前 就有辦法處理的 可是我們承認在政治上無法處理 因為有太多的反核團體 在刻意的塑造錯誤的印象 煽動你的恐懼 讓你覺得核廢料沒有辦法處理 所以它每一次選舉 就可以一直消費 一直消費 一直消費這個議題 日本在福島核災之後呢 他們進入了兩年的零核電時期 他們把所有的核電廠都給關了 結果那兩年的無核之下 全國輪流大停電 燒天然氣 他們燒天然氣燒出了幾兆日圓的赤資 然後兩年之後呢 全國電力公司全部都要破產了 所以兼職人被趕下台 安倍晉三首相說 他的三支劍其中一支就是重啟核電 到今天日本已經重啟 這個是去年年底公投的資料 現在好像已經到第十座反應爐了吧 所以日本重啟核反應爐 當地電費馬上就調降了兩次 非常直接 非常現實 鐵真真的事實擺在眼前 這個是反核團體最喜歡提的德國 因為德國在福島核災之後 確定要廢核 德國應該是除了台灣以外 唯一的一個國家 明確定定的廢核的騎乘 可是他們為了要做非核家園 結果呢他們的煤炭越燒越多 那核四聽說它是拼裝車耶 這叫做iPhone 蘋果手機的每一個零件 都是不同的廠商做的 最後再把它拼裝起來 蘋果手機是拼裝車 可是蘋果手機的品質是有口碑的 現代哪一個大型工程不是用廠商分包的 因為每個廠商都有最專業的一塊 包括我們的捷運 包括我們的高鐵 每一個大型工程 跟每一個小型的手機 都是所謂的拼裝 你的品質管理檢驗要做好 這個東西就可以用 我一直相信 我一直相信 體制內的改革才能夠長久 這個社會才能夠進步 我們體制外的衝撞 可以點燃那個火花 可是要讓這個改革之火 能夠延續下去 我們一定要走體制內的途徑 什麼叫體制內的途徑 包括了公投 它是有法律效力的 包括了選舉 我們要把更多有理念 有行動力 有執行力的人 送進立法院 送進國會 去實現政策跟主張 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團體 不同的聲音 要進到國會裡面去 我們就只是要 很卑微的願望 就是 人民有權 過好日子 對不對 對 謝謝 那經濟部就跟著發報文宣 謊稱說 核四有斷層 重啟 拜託 整個政府到底有多少人 偽造文書 根據國政中心 地震動反應譜的範圍 這個理論最大值 其實在 0.618G到 0.687G 那經濟部最近的文宣 也一直通常 核四的設計基準值 是0.4G 這個大概是地震強度7級 那一般建築物有0.33G 那就可以有抗震建築的賣點 如果你做到0.4G 你就可以主打核電廠歸國的耐震 但其實核四的耐震實際設計值 地底研盤0.47G 搖不動的 地表0.66G 反應器廠房更是高達1.32G 如果發生超級大地震 可能台北市全滅 但核四場會是毅力到最後的那一個 如果我不撥亂反正 就只能看著其他一知半解的人胡說八道 市長您好 請問如果台北市發生了7級以上的超級大地震 定義叫三崩定裂 101跟翡翠水庫都垮了 是不是死傷慘重 對 但請問市長您知不知道 核四可以承受7級以上的超級大地震 耐震程度比101還有翡翠水庫還要強 我是不曉得他 對您不知道沒關係 我先來告訴你 也就是說如果雙北市都已經震垮了 核四都震不垮您知道嗎 會啊就是一起完蛋啊 不會核四不會完蛋 他的耐震係數比所有的建築物都還要來得強 您應該要知道這件事情 第二請問您知不知道 美國能源部和歐盟定義核能是捷淨能源 對 請問您知不知道 法國捷克匈牙利波蘭芬蘭斯洛伐克等一大堆的國家認證 核能是綠色能源 對 請問您知不知道用過的核燃料 俗稱核廢料 您知不知道 美國如何處理 好像放在地底下 那您知不知道法國如何處理 也有在處理的 那個也是專業 您知不知道荷蘭如何處理 我不曉得 沒關係 您知不知道用過的核燃料 它可以回收再利用 依照現在最新的科技 這我知道 可以回收再利用 您知不知道核四如果產生核廢料 放在核四廠裡面就可以了 目前核一核也是一樣 對 所以這就是它的處理方式 最後請教市長 為什麼海外都可以處理核廢料 而民進黨卻告訴大家不能處理核廢料 您認為 為什麼 他技術還不夠 誰的技術不夠 那個處理核廢料是蠻專業的 所以海外有這個技術 台灣已經有這個技術 為什麼民進黨告訴大家沒有這個技術 為什麼 不知道 沒有很大 另外看張照片 MIT麻省理工學院的何公喜老師 帶著學生去參觀乾廚廠 參觀使用過的核燃料棒 就俗稱的高階核廢料 就放在後面水泥護泡裡面 不需要穿防護衣 就能站在旁邊 累積40年下來有過的核燃料 就放在核電廠裡 放得好好的 從來沒有傷害過環境和人類 占地只需電廠百分之一的土地 所以核廢料是所有發電廢料中 影響最小的發電廢料沒有之一 而且隨著科技發展 使用過的核燃料還能回收再利用發電 根本不能叫廢料了 這張照片是在瑞士的核電廠 塞維拉各公司 一旁種的就是用過的核燃料棒 這叫室內干涉組成設施 不用穿防護衣就能進去 看看台灣 蔡依文人類重啟核二和核三的時候 反核人是都睡死了 都不問核二和核三的核廢料 是不是要放在蔡依文家 怎麼現在要重啟核四 就全部醒來 一直跳成阿核廢料放你家 這種手段就是要騙大家 把核廢料很危險沒地方放的錯誤觀念 目前用過的核燃料組織方式 大多使用金屬及水瓶護套來隔離 一般放 或透過再處理的方式 把還可以拿來的發地原料取出 只留下少許無法回收的部分 法國計算過 法國國內五十九座核電廠 運轉四十年所產生的用過核燃料 大家猜看看需要多少空間呢 答案是只需要一公頃水的地 一公頃就能放下五十九座核電廠 運轉四十年來的所有核燃料 而在全台灣和一二三場幾十年產生的核燃料棒 只需要兩個足球場大小 四公尺高的地方就能全部裝好 這些核燃料放好好放著 半夜又不會走路 到底有什麼好燙呢 馬英九任內曾規劃要把用過的核燃料 送到國外去做再處理 當時行政院已經同意 但又遭到反核人士和民進黨在立月的杯葛 而無法送到國外 奇怪了 要送出國讓核燃料提起 即便小便的更好處理 這樣反核人士和民進黨也不要 那他們到底要什麼 所以大家要知道核廢料不是不能處理 是反核方害怕核廢料被處理好 因為被處理好他們就不能一直跳針 核廢料放你家 至於蘭嶼存放的迪結核廢料 只是用過的手套衣服之類的 最了解蘭嶼儲存廠裡面核廢料的人 莫過於蘭嶼儲存廠的員工 他們不但睡就睡在裡面 還在儲存廠裡養過雞和種菜給自己吃 他們都不怕了 我們一輩子都不會接觸到那些衣服手套的民眾 有什麼好怕的呢 最後考考大家 如果廢掉核四 大家知道會增加多少電價 增加多少空汙嗎 我是水利美投市議員侯漢廷 下集再去 請問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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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